从蔡明亮指导的青少年罗诈 杨雅哲的女朋友男朋友 张作记的《醉生梦史》 黄慧珍的《日常对话》 到周美宁的《刺青》《艾莎》 及纪录片《施角落》 基隆市文化局特别邀请基隆出身的知名导演周美宁进行策展 集结台湾30年来七部经典大师级电影作品 举办基隆彩虹灯塔影展 周美宁表示基隆的在地民俗文化已经成为他成长的记忆 对自己的作品影响很深 这次重新上映这些或国际影展或金马奖肯定的作品 向让民众能更了解台湾多元性别议题的发展历程 我所有的作品都跟基隆的在地文化脱不了关系 可以说我的作品里面都在讲一个字 就是度 超度的度 就是这跟基隆的每年的中元季放水灯 这些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个海港城市带给我们的 带给基隆一种慈悲的心 那这种慈悲而善良的底层的底蕴 孕育了很多的文化人都善良而温柔 这是基隆市文化局向大师致敬活动 希望借此发掘荣耀本市杰出艺术人士 也邀请更多人加入成为基隆人 基隆是一个人才辈出的一个海港城市 那有非常多的人才在各个角落 默默的发声 然后为基隆做一支一级的贡献 那我想透过向大师致敬的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发掘更多 本市的杰出的艺术家 然后邀请他们来基隆策划 主题性的艺术活动 希望这个城市能有更多 更丰富的一些艺文性的主题标 周美玲老师她非常的年轻 但是其实她是在导演界 在电影界 影艺界里面 其实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周美玲老师的能量 还有她的一个人脉 让更多的艺术的创作者 重新发现基隆 重新认识基隆 重新爱上基隆 然后甚至是变成基隆人 那基隆人是广义的 是非常开放的 就像这个城市的性格一样 所有来到基隆的人都是基隆人 基隆采用灯塔影展上映时间 从10月29号到10月31号 在基隆修探上映 采取线上锁票方式 10月19号起 在基隆生活局脸书粉砖开放锁票 影展期间 还将邀请明导蔡明亮 张作记及平爱莎 夺得第23届台北电影奖 最佳女主角的杨靖等电影人出席奖座 欢迎民众来基隆回味 这几部大师级经典电影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